也不是说叫你说只能够用VBA或者是其他方法 就说你还是要见招拆招 有时候其实简单的事情 当然你用那个简单的函数公式就快速解决啦 如果你复杂的事情 你还用简单的工具想要完成的话 当然会相较之下会有一点就是怎么讲 有一点没办法处理到那么那么的容易 你以这一题来看 如果用Excel里面的公式来完成 那也可以 可是相较之下 我是觉得用VBA来写反而会简单一些些 所以我们基本上这个程式里面几个重点 不外乎就第一个 给个范围 这个范围值的就是这边嘛 一个一个帮我比对一下 那比对的话所以里面有个逻辑判断 if这个条件 所以中间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为True的时候才去做底下的这件事情 所以也就是说啦什么事情 当这个储存格里面的值等于我们现在比对的是H2 所以用Range直接指向这个Range H2 如果找到了这个里面如果两边Match的话 才去做底下 什么是呢 就是帮我把他后面的B到E 复制到区域Hij 写法就是大概写成这样子 那因为要让他往下一列 所以K等于K加E 这个前面有讲过 基本上都会在if跟andif中间完成你的逻辑判断 那以后的话其实很多地方程式我发现写一写去 好像都不会跳脱这个框框 另外当然因为呢 有一班资料比较多 二班资料比较少 所以我们需要把旧资料清空 所以在第一行的地方 先把这个范围资料先做清楚的动作 OK 那另外的话我刚刚最后有提到 如果说你复制资料 刚刚这边是总共四个储存格 那当然他是连续的 复制到另外一个范围里面去的话 那如果我是四个栏位 那还好啦 写四行 可是如果今天是40行 或甚至更多的话 哇那你不得了 你要写一堆啊 那还有一个啦 如果他是连续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那改的话呢 特别注意喔 这个地方你可以用range来写 那range写法 我先把这个注解一下 注解的话就把这四行 用那个我前面讲过 使程式变为注解 那这个工具列是按右键 这边有个编辑工具列 然后呢把它按下去 前面加上 自动会帮你加上单以后 表示说呢 这四行是不会被执行的 那因为主要是我不想把它删掉 我想要参照一下 比对一下 那以后的话 如果我今天要把这个范围的资料 copy到这里的话 OK 特别注意喔 如果你要把这个找到的资料 copy到这边目的的话 记得你目的部分呢 那只需要 假如我用range另外一个写法写的话 你只需要给它 那个目的的起始储存格就可以了 不需要全部喔 也就是你假设有10个20个 不管 反正你就给我 第一个开头那个储存格 所以喔 写的方法 我们来写给各位看一下 上面改成range的写法的话 就是第一个啦 那一定是用range物件 那范围的话呢 就是从什么呢 地起列到 所以呢这边的话 开头在哪里 开头的话应该是B 比如找到应该是B2 到12 OK 然后点copy就可以了 copy的话是复制啦 所以其实还蛮直觉的 copy 空一格到哪里呢 到这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 那你可以用range 你也可以用sales 我用range 我用range 这个储存格叫什么 G5 不过喔 一样的问题发生 就是说呢 或者是你用sales的话 你这边写成sales 刮弧 然后这边的话应该是 G5的话是5 痘点 后面加个G 那其实两个写法都OK啦 看各位的习惯 好 可是问题来了 一样的问题 那你如果call到第5 一样会有覆盖的问题 所以后面你可以改个k就可以了 这个比较简单 那这个2的话呢 你不能说永远都call2 变call过来的话 都是一般流年好 每个都流年 不是吧 所以呢 你这个2 必须把它改成i ok 那难的地方也难在这里 那怎么样把2改成i 前面讲过了 双印号两个 先把2选起来 移到中间 and 两个再移到中间 加个i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呢 把i串在2的位置 然后呢 and 前后加空白 那最后这个2也是一样 不过因为2 它的右边就已经是双印号 也就是它刚好串在最右边 所以其实 你不要用刚刚的方法 你就直接把2delete掉 后面加上空格and i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说 我只要串左边 右边没有了 我不用串 ok 所以哦 不过这个 我写这样 我发现同学大概10个 有9个都有问题 你们慢慢揣摩一下 因为刚开始你可能没办法理解 不过慢慢你会发现 其实原来 它这边是2嘛 因为右边没东西 所以不需要再去串 所以我就把它写成这样 空一格and i 这一招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这样的话基本上 写完之后呢 那我们就完成 用range的方式copy了 所以你会发现 差别在哪里 这个要写4行 这个只要写1行 另外有一点 执行效率 range绝对会比上面的方式来得快很多 尤其是你的那个储存格数量越多 就跟清除一样 之前是一个一个慢慢清 那这个的话呢 是整个一下子马上复制过去 相对的下面的方法会比较快 不过因为我们这个范例只有4个储存格 理论上应该感觉不太出来 快慢差多少 但有个地方可以感觉出来 程式马突然变少了 也就是说 假如你是用range 来copy的话 哇!程式 基本上就是回圈 加if 加上做什么是 那k顶都是k 等于k加1 大概就这样而已 OK! 程式呢 突然间变少了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程式 这样run ok 所以一般帮我call过来 然后执行 没有问题 二般帮我call过来 也没有问题 而且call起来 主要是因为资列浪不多 你们将来可以再去试试看 别的地方 有没有更大量资料 比如说你报表 1月份的报表 按下去自动就带过来 2月份的报表自动带过来 上面你也可以用月份 或者年份 或者期 等等的啦 反正这边可以改 改完之后按下 资料就带过来了 另外的话呢 左边跟右边资料 总表可能在另外工作表 那你可能有跨工作表的需求 那这个可能你就把它套用过来 这个 反正呢多多练习 久了之后 自然而然就比较懂得变通啦 所以刚刚我们主要在增加 就是把什么 把原来 复制部分 一个一个复制 改成范围复制 ok 所以这个地方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你不懂的范围复制的话 将来再处理大范围资料 真的效率真的十万八千里 有的东西 奇怪 老师怎么跑起来卡好久 一直动弹 有点整个画面就down住了 原来你根本就是全部都用sales 难怪那么慢 本来就是一个范围 你就是给它一个range 根本完全大概不到一秒钟全部跑完 结果你卡的那么久 主要原因是你不懂得用range ok 所以刚刚我们主要是把四个储存格的复制 改成一个range copy到它的起始的位置 起始储存格就ok了 请各位试一下 放来 好 就会并且慢